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瓦遮头 不仅有效地抵御了风雨 而且还保证了建筑的美观大方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美 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 瓦片是屋顶的必备用材 纵向排列的瓦片可以让屋面过渡之处平滑而连续 让建筑本身更显挺拔 灰瓦屋檐是中国建筑里的记忆符号 人们在观赏古建的时候 视线便不自觉地从檐下引向屋面屋顶直至遥远的天际 给人广阔深远的想象空间 最早的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它的发明与陶器的发明时间大致相同 建筑用瓦的烧造大约起源于西州时期 而青砖的运用应该是在战国时期 春秋末年 企机草房逐渐演变成瓦房 到了秦汉时期 宫廷关属的屋面 大体已全部用青瓦覆盖 墙体多用青砖垒气 中国传统的瓦房 最早出现在四桑 它们见证了朝代的新网与更替 同时也见证了辉煌与沧桑 瓦房屋顶前后坡的边缘部分俗称瓦盐 也叫乌盐 唐朝白居易艳起时 鸟鸣亭树上日照乌盐时 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叫做瓦当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什么是瓦当 北方的瓦古朴大气 随便掀起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 指向旧朝一梦 南方的瓦精巧温婉 在烟雨迷茫的江南水乡静默不语 戴瓦白墙 黄梅雨落便是一幅绝佳的山水 在素质上阴染出一方诗意 燕子飞时绿水 人家绕 诸如黄墙带瓦的土坯房 凝聚了数个时代的艰辛 燕子则是他们的见证者 青砖带瓦是燕子的栖息地 燕子的到来也给缔造着无形的安慰 从毛眼低小到牙眼高拙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韵 秦汉时期 青砖灰瓦无论在烧制工艺 还是在建筑运用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被皇宫和王府以及朝廷在建筑时所采用 所谓秦砖汉瓦 说明了这一个时期建筑装饰的辉煌 远远看去青瓦盖顶的普通人家 它不同于琉璃瓦铺旧的宫殿 华丽庄严 但不可亲近 只因它记载着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点滴 带着一丝温润躺过流年的沧桑 你见过瓦房的四季吗 在春天 落花铺满青瓦 夜里忽来一场雨 雨点敲击瓦铃的清响 瓦沟糖水的声响 清清冷冷飘入梦乡 是一春梦雨长飘瓦 在夏天烈日炎炎青瓦沉沉 老猫在屋檐阴凉处打盹 亭前投下斑驳的树影 舞梦被流英婉转的提声唤醒 使绿荫满地日当午 梦觉流英十一声 秋天到了 丰收了 一片片青瓦晒着红色的辣椒 烟囱上升起鸟鸟的催烟 展示着人间的烟火器 温暖而妥贴 使暖暖远人村 一一须里烟 冬天来了 屋子里燃烧着星红的火炭 雪花片片落在青瓦上 月光清冷如水 是雪花树片又成晴 透瓦青霜伴月明 从秋流到东晋 春流到夏 它就像一位长者 盘山独行 向每一位过客 讲述着自己的离奇 奈何时代已久远 行人脚步太匆匆 无人驻足 旁听那一段段记忆的烙印 那个时代的辉煌 就这样渐渐久远 辉瓦用于房屋极顶 首先开创建筑的先河 成为中国建筑中 标志性的元素 它遮风挡雨 让屋内不被风雨侵蚀 同时又富有装饰效果 使建筑更加的宏伟 更加绚丽辉煌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喜欢 请记得订阅点赞 来支持我们 我是李方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